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就说菲利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菲利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菲利回答说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 在这里有一个海桶 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 只是分给这许多的人还算什么呢 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 原来那地方的草多 众人就坐下 数目约有五千 耶稣拿起饼来注谢了 就分给坐着的人 分于的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他们吃饱了 耶稣对门徒说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免得有糟蹋的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 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 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好 今天呢 我把一句话的亮光呢 我就选择就是 耶稣拿起饼来注谢了 就分给那坐着的人 分于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他们吃饱 耶稣对门徒说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免得糟蹋 他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 就是众人吃的剩下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我选的是这一段 那 诫命就是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免得糟蹋 那应许就是 耶稣拿起饼来注谢了 都随着他们所要 他们吃饱 那 最呢 就是浪费食物 就是我们在这地上 我们随意浪费 那生活上的应用就是说 生活中有食物啊 不要挑食 尽可能的吃完 那因为我们现在很丰富 在台湾这块土地 所以我们尽可能 还是不要浪费食物 那 神是 使无变为有的神 那对神的认识 这是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 而且神是我们的供应的神 那 从这个经文我们看到 神常利用物质的东西 施行他大部分的神迹 在这里呢 主耶稣接受了那五个饼 两条鱼 他本来可以将石头变饼 但是他不是这样做 他愿意奉献给他的物 来跟这样为根据而行事 他说拿过来给我 他所做的尝试借着我们而做 一切的神迹都是从这里开始 将我所有的 就是我全部所有的 都交在上帝的手中 交在耶稣的手中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饼 留着自己吃 就是留着自己留下来 就只有一个人吃得饱 但是若是把他交给主 难道我们会哀饿吗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呢 我们要常常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耶稣知道众人所想的 所想望的是什么 当众人呢 觉得说 他们可以使他 有无限的供应一样 好像众人要逼他做亡的时刻 耶稣呢 就独自退到山上去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同样的问题 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不能解决 我们都是要回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退到山上 就像耶稣一样退到山上 那我们可以 在这个时间点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抽出时间来 抽出一点点的时间 抽出时间来到神的面前 虽然呢 我们不知道说 耶稣祷告了什么 但是在这过程的当中 我们真知道 祷告是非常的重要 在这时间 我要为我们 特别在这一段时间 为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 为我们在幸福小组的期间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也遇到了一些事情 但是呢 每一次的困难 就是我们退到山上来祷告的时刻 也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情有的 交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就要喂饱许多人 我看见我们弟兄姐妹 有些人 就是这么的蒙福 我奉主耶稣的名 要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幸福小组期间 还有他们所需的 他们所要供应的 主你成为他们供应 也会有一些 他们觉得不足的 但主你加添 就好像他们 把他们仅有的 带到你的面前 拨开祝谢 就要喂饱许多的人 你要恩待在这些当中 是他们成为多又多的恩典 特别我看到有许多人 他们有很多的需要 但主你在这当中 成为众人的祝福 成为众人的恩典 主谢谢你 愿你更多的赐福 因为主你说 在你的手中注谢了 拨开了 就要喂饱许多的人 你的恩典就临到了当中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